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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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和这个觉 因为这个佛学人的心 这个和这个觉 比如圆觉人的觉 它是一种 什么一种关系啊 对佛来说心就是觉 对我们来说 就不是是我觉 你的觉是我 六根在觉 那不是圆觉 你不是在本性 你没回到本性来觉吗 你是拿六根意识成练的推断 你的觉是推断思考着想的觉 不是圆觉 圆觉是没有六根的 无二一二必舍生意的觉 就是说你那个觉 已经不受六根的影响了 就叫无一二必舍生意 所以这个本性啊 如来自信啊 他真的是每天都在你 这就是佛教里面 他每天在你门头闪光 每天就在这闪光 那你要真的认知到他 或者看见戒心啊 或者真的了知他 真的需要折腾一番 真的需要折腾 折腾够了 你才能知道他就在这 你真的累了要停下来了 为什么要折腾是你不累 你还没到了 那种有点力气 你就那个自我就起 就会起风浪 然后一直到最后 停下 狂信写下来了 风浪平了 哎 出现 就是就是哎呀 一百百度啊 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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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累了 一回头他就在这儿 那真的是 原来他就在这儿 真的是你 借心的一刻 你会觉得 每个人他会 他会认知到 他和所有的修行 一点点关系 但是你不折腾 那所有的修行 不折腾几年 你根本就不可能到当下 所有的都是准备 准备好 你要借了 借自信 那你不折腾的话 不是 但是见了一下 本来就是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折腾有啥关系 就在红尘中历练 它能够用禅定境界 OK可以的 当下的状态 就是活在当下的状态 就是这种定境 在当下的时候呢 因为当下是无染的 当下永远不会有染着 因为没有过去未来 你的染着 所有的一切障碍 都来自于过去 或者对未来 当下呢 它的头脑里面 那个时间泄消失了 当下永远是清静的 因为 其实这是个修行的 在家修行 就算你去修禅定 你最终还得修当下 就是修绝招 修当下 活在当下的状态 真的就像 就像你对面这个人 他唱一秒骂了你 但是 你的直接是在当骂完以后 骂完以后 那个话一落下来 你才会完整地听到 他在骂你 但是到他那个话一落完以后 对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那个话已经过去了 因为过去在他 头脑不存在 所以当那句话 骂完以后 当下那一秒 这个人对他已经清静了 因为他头脑 因为这个 这个清的人 头脑里面 二个元通的人 他是没有过去的 然后他听到 他的话一过去 他已经没有痕迹了 这个人那么 灭掉他的时候 这个人是很清静的 因为那个话没有了 他找不到 那么永远在他面前 是清静些 因为他没有过去 肯定没未来了 是吧 那他就在当下 活在当下的人 看到这个世界 永远清静 你必须 必须去修正 这叫元通 就是你修 看耳朵元通法 你就 那时候你必须正如 这个不分别的状态 耳朵只有听的功能 耳朵没有分别的功能 耳朵只是听到了语音 是不是 跟耳朵没关系 其实分别的是你的心啊 是不是 他骂我 他恨我 为什么他骂我 是因为前期我得罪他 这是你的心啊 但心是虚妄的 心在哪里 这就是一开始佛问你的 你认为的 他骂你那个心在哪里啊 你给我找出来啊 是不是 你认这个心为你 为你自己的心 那叫认宅作妇嘛 你已经错了 所以你受伤害啊 耳根没有问题啊 六根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认为是耳朵的问题 就是说你就错了嘛 当耳根对你是没有问题的 他只是听音的时候 他只是个工具的时候 耳根就 就没有耳根了 就没有耳朵了 就无言而不善生意 就等于关闭六根了 这分别 你心不分别 耳朵就没问题 你心不分别 眼睛也没问题 六根哪有染污呢 吹出所有的染污能够进 是你不分别了 不是说你一层一层洗掉的 你洗不完的 你怎么给洗 就比如说 这种清静相 现象 这个能不能说是 也是空性的一种状态 可以算 社科不二的状态 就是正如社科不二的状态 如果你能安住在这种清静里 很久一直安住在这种清静相 慢慢你就可以起入空虚 就是这样 但清静真不是相 清静无相 你看到清静了 不是说你 我只是用清静来表达 他那种当下的那种状态 无分别的状态 但清静无相 不是说你洗 不是你乐 不是你激动 不是你怎么样 没有任何相 只是他处在了当下的状态 他没有时空的 没有时空对他的控制了这边 他 然后你 这个世界的因果控制不了他 这才是菩萨的游戏三昧 这个就是说大乘行者修行 你真正的要在当下定 当下戒心 当下定 当下成佛 没有时间 你不是在坐地上成佛 所以你说眼睛 我看到他很丑 很不受眼 那你眼睛没问题 眼睛不是看没丑的 眼睛只看 这有看的功能 丑不丑 美不美 是你心分别 你心为什么会认知这个相似分别 你已经愚躯 你的心是愚躯的 你不平不直 你有分别 你不是佛的平等境界 你有分别执着 是生生世世 夜暴里面呈现出来 所以小狗看人 小狗看这个可能不漂亮 猫看这个不漂亮 你看这个漂亮 小狗看的漂亮 你看的不漂亮 因为夜暴的不同 你呈现了那种弯曲线 因为在这个愚躯的气脉里 你碰过去 然后就会选择 他好他不好 等等 这个是虚弯 不是你眼睛的问题 你心的问题 但这个心在哪里 这就是佛一直问阿南的说 你看到我美的心在哪里 一直问 他一开始扭眼睛就问 我心在哪里 我替佛没有 把他抓回来 骂了钱 你看佛不会这样的 说 我抓回来 你竟敢 你竟敢 你竟敢诱惑我弟子 竟敢拿咒语 骂他一头 然后骂阿南 你看你平时不修行 你现在造的报应了吗 你看看被抓走了吗 他不会说这些的 佛绝对不会怪罪 而一开始 佛抓回来 没有一句责怪的话 他不说 他只是为阿南说 他这样不谈这件事 他抓回来 他不谈 不谈你破戒的事情 他提也不提 他也没去骂摩德琴 他也没去骂摩德琴 你这家伙是怎么这么坏 他不会这样说 他只是很平和的问他 说 你当年出家 为什么出家 你是为什么跟我出家的 你现在 当年你为什么 你跟你妻子那么恩爱 你是为什么断了那个恩爱 要跟我出家呢 然后他就开始说了 阿南说 我就是看你长得 看你修完了 修完了法相庄严 那我们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抓回来 肯定先骂了 肯定是不是 好不容易逮住你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对大成道来说 他里边 他自己佛 就是佛度人的那个状态 其实你都会看到 他是怎么样去度他的弟子的 在他头脑 他没有分别说 就是三道一万九 他是戒律很经验的 你知道这种事出现 在僧团里边是打死来的 那佛竟然提都不提 不提这件事 但是等他讲完了以后 我连摩登前女都证过 你知道吗 摩登前女马上成证过 那么厉害 佛的度人方法 他的角度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 主要看你心怎么想 在佛的眼里 佛在讲 五十种阴谋 讲 三道一万九 实践 但在佛的眼中 佛的心中 是没有磨的 在佛的心中 是没有邪恶 怎么回事 没有邪影 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有磨呢 是我们心中才有 如果不是心中有 一般也不会遭感到 你心在哪里 第一步就开始 先找到心 再说阴谋的问题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心中有 我心在哪里 告诉我 一开始我就不断地找心 你可开始不讲阴谋 也不讲 他说你心在哪里 你想搞清楚 这个问题 咱们在谈阴谋的事 再谈成佛作主 是招魔的事 搞不懂心在哪里 下面免谈 懂了心在哪里 然后再给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下定义的时候 你是受控不二的 如果你不懂 你给这个世界下了定义 就叫执着 你不不懂 所以我会让他 解释在哪里 你сем越来越高 但我阻塞了 可以吗 还是 你不懂 我们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